天明村它其实是一个后起继绣郎 对 很多人想听失败的经验 可是没有失败的经验 我这个真不好 给它胡走八扯 互联网大厂里面是996 那我的话 我之前最忙的就肯定是770 上半年比较忙 我上半年工作上半年 下半年也要工作的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相当于你从班级里 就是倒数一跃跳到了可能前十名 没有 出道级巅峰 哈哈哈哈 小该你们吃啊 给我吃个肥腔 村里面我有肥肩的 哦 村里面 大爷 你认识他吗 怎么不认识 他是谁啊 嗯 他是谁啊 他这一页就是我的小朋友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 长安花会的一个经纪人 经理人 以前的话 他是一个后进村 2017年以前 我们天明村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啊 只有10万元不到 我们村这个村啊 已经种花有40年了 原本我们村呢 都是一些像农户家中 农户它田里面可能种一些 那种鲜切花 一个是售价也不高 规模也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其实经济效益 没有说像现在那么高 那你们是怎么样改善这种情况的 第一步就是说 通过一个土地流转 把我们一些闲散的土地资源 全部给集中起来 然后全部用来进行我们的发挥种植 然后呢 他也是通过了他的一些渠道 多方去招允一些青年创业人才啊 像我们好几家花企 其实他老板都不是本地人 比如 我是本来是那个安徽那边的 在这边置业 这家有力朝头嘛 G20峰会给他们做供应商 杭州起家 浙江经济好 今年在这边做的基地 浙江生好地方 出道急巅峰 没有困难 有困难的话 就是政府就帮忙解决了 您是怎么就这么成功 选择来浙江 很多人想听失败的经验 可是没有失败的经验 欢迎大家来浙江 震风顺水的吧 浙江这边确实游户环境比较好 一般的话几十万是有的 大几十万吧 哈哈 您平常都工作都干嘛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宣传 做一个包装 或者说有什么活动呢 以怎么样的一个 将它的主题啊 或者说一个噱头啊 给他们拿品牌 牌子打出去 给他们宣传出去 这边的一个发挥的主旨 其实还是产业共富 因为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花卉产业 就是发展起来了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同时呢 就业呢 就是提高我们村民的一个生活水平 类似于倡导的叫一地三金模式 有土地租金 然后呢 村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一个股金 同时呢 它在这边发起啊 它可以就业 然后有一个新金 叫一地三金 我们去年的经营性收入是203万 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探索 刚才说的 一二三三产融合 实地的场地其实是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想了 怎么把这个转化为流量资源 把就是城里人给带到我们这个乡村来 当时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搞了一个叫紫藤花节 每天有个200左右的一个参观的一个人流量 因为我们也是 三大鱼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慢慢慢慢把我们从一个就是产业的专业村 变成一个真正农里融合的网红村 在新媒体上 他们也没有松心 一开始呢 我们也没有做直播电商这一块 也是像传统的 就是说一些线下零售啊 或者批发 因为疫情影响就是很多花 它其实是没办法运出去 那么我们陈书记啊 就给他们指了一条道一条路子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直播跟我们的鲜花结合起来 手机变成了必备的农具之一 打开直播也成为了新的农活日常 就没有像那种就是春里面的年轻回来 也有 就实话是说 你说农村工作呢 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辛苦的 刚来的时候就也是就是小鲜肉一样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 就是也沧桑了 沧桑了 沧桑了 你就在这上几年班 你不觉得在这很多人吗 其实一开始啊 刚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的 要帮助他们解决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后啊 就是他们由衷的给你进行一个感谢 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就得到了一个实现 努力到感动自己拼搏到无能为力 有的时候你是要给自己自我PUA 给自己打打鸡血 不然的话 这两年其实真的很累 那如果再进行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个 会 因为我 现在我一直是觉得 我做的这份工作 我感受到了我这份工作的价值 我有获得感 有成就感之后 我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做的蛮开心的 希望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一个行动吧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说关注到自己家乡 回到自己家乡 诗化江南 火力浙江 村里面都蛮配合我们工作的 可是大怀季可能对我们有影响的 欢迎大家来海宁市长安镇天明村游玩 我其实一直想做的就是说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写好我家乡的故事 讲好家乡的故事 然后去向外面去推广 跟打响我们家乡的这样一个品牌名片